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田山的頻道 沒錯,我是田山志祺 為了大家喜歡《德絕》《聖時刻M》的系列 不知道各位都傳奇了吧 田山也在這個賽季中傳奇了 然後也包含了前幾天 10月初的時候,我們有一個BETAL PASS更新 然後在BETAL PASS 21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期的一個主角 我們的TAPE 63 TAPE 63它屬於射手不強 也屬於半自動性的一個槍枝 必須用單點方式擊發 也不應該馬上是那種 按著就可以點開的 所以但是它的傷害性就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在配置上面的時候 田山其實自己已經有一套想法 那另外我在說明這把槍之前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把槍的一個狀況來說是怎樣的 它在射擊間隔上面 那麼的需要用單點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怎樣把它提升到最強的方法呢 因為以往我都會是做一些 說明就是這把槍 要怎麼去把它提到它的最優化的地方 就是它的優勢辣高 那我覺得這一套都還蠻適合的 然後這套也是有作為些微調整 畢竟我可能對於這把槍 使用完之後的第一套配件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後來又去看了一些博主 然後跟他們去討論之後 發現這把槍的配件可以再更好一些 然後最後又調了一下 然後以偏向於適合我這個機動性的流派 來去使用 好那我就廢話不睹說 我來直接說明我怎麼配這把槍子 因為如果你要看數據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多影片了 你們可以去看別人了 你也可以去解析 我想說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看配件好不好 懶惰一下 第一個配件是效應部分 效應部分其實有幾個配件都還蠻推薦 就是我一一說明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首先我們先看從後面 放牽然後你會發現他有些是有加 有些是沒加的 然後水平後駐啊 垂直後駐 那其實如果你裝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還是可以 但是有一個方法就是分為兩派 一個派就是希望讓你提到槍聲 一個派就是希望不要讓別人聽到槍聲 另外就是這把槍其實效應非常好聽 動動動的聲音 那如果你是想要這種 有比較隱密系的去殺人的話 那我個人推薦是前面這兩個 這兩個都可以裝 一個是有剪我們的射擊的射程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講我們的子彈飛行速度 這兩個都可以 那子彈飛行速度的消減的話 他的後座又會減實 代表說你在第二發的時候 可能打起來會比較精準 但我後來發現他開了Apple OV之外 然後又是平板 或者是你本台Apple OV8比較低的時候 那個後座也感覺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大部分都是受集反饋的方法 就變成打到子彈的時候可能會上台 所以我待會提到怎麼去配 所以我這兩個配件我都是推薦的 那我個人更傾向就是減射程 因為他的全段射程只有下附沒辦法兩槍死 其他都可以兩槍死 那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鈦合金 之前我是用的算是 偏後面的什麼1.8什麼東西的 然後或者是這個 極速射擊就是射程間隔的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個這個 傷害倍率增加 他這個傷害倍率增加之後 你的下附就可以兩場 就是20比之後 就下附第二段傷害 所以我們傷害就可以到兩場死 但我覺得如果 你打到手或打到腳的話 然後第二槍打到他 基本上是兩場 所以其他傷害加起來的話 都可以變成100以上 所以我覺得後續 跟別人討論之後 覺得還是聽出他的建議 用這個射程間隔 減射程間隔 所以在射程間隔的話 其實會比像是 Oden 然後SK10還要快很多 就是以射程間隔 你只要手指夠快跑 可以比他點的還要快 然後這是我對他的想法 那你個人的話 我是覺得除了 太橫行之外 極速射程也可以 然後我剛才講的這個 減射程 然後射程間隔 這個也是可以 這三個都可以 然後其他的話 我覺得任何必須要 子彈飛行速度不需要 然後射程也不需要 然後這個傷害倍率增加子彈身 可是他後面的垂直後衛速度 這個真的影響很大 就是你槍不好的話 你的 控槍不好的話 就建議不要用2.1 2.1.5 對不起 2.1.5 這個就不要了 然後另外就是 準鏡配風格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他是不需要帶準鏡的 但如果你需要帶準鏡就好 你可能就是用三背鏡就好 然後記得改一下 鏡內部的那個外觀 怎麼去裝鏡內部的外觀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怎麼去做 去改嘛 我這邊一部影片也是 幫幫助大家 如果我現在裝了這個背鏡之後 這邊點下去 綠色這邊可以去改 你的準鏡內的這個顯示 那你可以選擇 10字啊 跟這個T字型 那我都會用這個T字式的方式 或者是10字交錯 我可能來去使用 我覺得都還算不錯 好看的 那就是看個人 好不好 看個人 那我個人是覺得 在多人的模式來說的話 是不需要那個東西 所以就沒有在用 那我還是比較喜歡用的是私人 好 那私人的話就不用講了 然後我就直接順便講 為什麼 如果你喜歡穿牆的話 帶P甲蛋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那像我一樣 我可能有時候不太 因為他只能很少 所以我就不太適合去做穿牆 那我就可能用私人會更好一些些 然後另外就是下一個配件 你剛剛講的三個 第四個配件是槍托 槍托的話是4A 我們選擇的是KGB的那個 護墊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呢 其實有些人 他有可能會選擇無槍托 跑射延續剪比較多 這個跑射延續剪比較多 這個跑射延續剪有減 可是他這子彈會有減15 我這子彈減25 然後增17 然後有些人是用戰術 就是增加移動速度10% 可是我不會裝的 因為我又會用晶片方式去做彌補 為什麼我待會會減 然後有些人是帶節率者增加30 SEN 然後又要射減15 那我個人的話 覺得他有時候需要的是那個 跑射延續 就是有時候我可能打 比較偏晶身交戰的時候 腰射的話可以打到冷 那我基本上也會是這個 比較有機會可以開槍 不會有點小小卡的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 這個腰射基本上就不用理他了 然後腰射就不用理他 然後這次主要是看的是 開箭移動25%之外 跑射延續20 那我說裝跑射延續剪20 其實我是也是為了第五個配件 後握把部分 因為我在後握把部分裡面發行 你看我的負能的話 就剛才腰射跟我們的射擊的射扯 就是射扯剪 那我們還有什麼東西被改了呢 其實就是在這邊 售級的上台 增加40% 這樣就不用再強烈了對不對 綠色機片我們可以選擇清晰寫力 或幸運回復 都用的比較好 然後台地也有檢視之外 我們的跑射延遲15% 其實我剛剛就是把我的護墊 KGB護墊然後去做抵銷 最後我的跑射延遲是-5 那就是跟一般槍子還要快17-21 那其他的射擊間隔 開進時間 瘦級上台 消音跟腿丟急瘦 就是腿部減速嘛 然後還有開進動速度 都是拉好的 拉好拉滿 那基本上我就覺得 這樣子的配件我就更適合去用了 雖然射程被減了嘛 但是我們去看整個數據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數據 只有我剛剛講的下腹 48.6之外還有腿部 沒辦法兩槍死之外 其他就是如果我的打到一隻手 然後打下腹 可以 因為兩隻手 這個我覺得這把槍很好的意思 就是射擊是否步槍的話 就是他就算是這種 就是打手也可以兩槍之死 那我覺得就很猛 所以變成說 在這個跟這一段 就是1-2-4-5 還有3的前面 就已經讓他的一個T1 可以來到T0的話 對我覺得已經T0積極了 T0或T1啦 對T1也T0我覺得太過誇張 T1左右 那很多人都覺得這把槍 會不會是所謂的新的 輪椅槍呢 我覺得見仁見智 因為畢竟他要打得很準 才有辦法 如果你打不準的話 那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那就 就還是不要用這把槍 就用別的 因為可能不適合那個單點型的 那整個狀況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那我們就 再來一場就是 實戰吧 也不是實戰啦 就是直接拿到我們的 自由混戰去使用看看 到底狀況是如何呢 好, let's go UAV recon standing by 不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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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牌位我累死 沒時間打牌位 不打開 不再打牌位 你不得再打牌位 沒有進行 就沒有進行 不服飾不來 不再打牌位 不再打牌位 不旁邊 不再打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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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就是看我包包的上面的顯示 包包上面顯示的話我會選擇 副武器要帶的是重鋒手槍 因為水龍顯像最近是有加強一些的嘛 就是傷害不分的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就是晶片問題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提到說我不用到那個最快的那個啟動器 就開進移動那主要是因為潛傷者用的會不非常不錯 就是如果我們加潛傷者的話移動牌就可以增加12 然後可以在情形協定在換彈的時候 投資道具的時候都會用的比較順 然後最後面就是10級了 當然就是包包上面這把槍的定位會更好一些 那如果在句點來說的話也是可行的 但是要打中後排第四號第五號位就提前轉點之外 他可能突破的時候還需要搭配一個短槍去做協助 那他的發揮度會比較好一些些 個人在句點上面有用過 但我覺得可能自己理解後點的時候有點處理問題 或者是我等一下去轉點的時候沒有人叫人來幫忙 所以打的沒有那麼順 但後續就是可能要靠自己的一個思路上面調整 可能會好一些些 那以上就是我這期說明這把TAB63的一個想法 跟說明跟介紹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點讚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